好 蔡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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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蔡蔡 我有一次半夜來月經 突然吧 當時來的也這麼突然 然後周圍的外賣都關了嘛 就買不到衛生巾 後面實在沒有辦法 我就叫了一個跑腿小哥 接單之後 他就給我打電話 喂 美女 你要買那個呀 我說 對 我要那個 有貨嗎 他說 有 你要哪個牌子 我就猶豫了兩秒 小哥 就開始催我了 你快點 我不能在這兒待太久 會被人看到 我說 那就隨便吧 男生可能不知道 衛生巾會根據不同的長度和材質 起不同的名稱 小哥就懵了 隨便 你是要 口袋模仿 貴族小翅膀 還是 蜜桃安睡庫呀 小哥念完 我也懵了 因為我平時自己買 也不會念出來 我就覺得 衛生巾的名字應該起的直接一點 體現功能性 你就比如說 超能吸的就可以叫 瞬息全宇宙 夜用的就可以叫 兜易秀 我就讓小哥別管這些名稱 隨便給我拿兩包日用和夜用 小哥更懵了 怎麼還分日用和夜用 早知道接那個桶裝水的單了 有畫面了 我就怕小哥把單給取消了嘛 我就趕緊安慰他 我說 可是衛生巾輕啊 小哥沒有搭理我 我明白了 他是思想負擔重了 他又問我 他說你要290厘米還是420厘米 我說290的 我沒敢糾正他 是毫米 這個點很準 這個點真的很準 我的房間都沒有兩米九 買回來當地毯都放不下 地毯都沒找到 Cry utilization 因爲你把雄裝水吸送 兩米九 能把桶裝水吸送 classes 這兩天啊 這點是老 吕柏伟也才两米 你这个是八股肉 我还不打 这个是八股肉 我以为选好卫生巾就没事了 没想到不到两分钟 小哥又给我打电话了 完了 没有黑塑料袋了 我说我也不买塑料袋啊 那不就暴露了 我不明白 就暴露什么了 就难道买卫生巾会坐牢 买得越多 判得越重 那他买的还是两米九的 有贵族小翅膀 他也插翅难飞了 小哥还跟我说 他说你这一趟也挺贵的 这个跑腿费 你要不再多带一点东西 划算点 我后面想了一下 他应该就是想让我多买一点 给卫生巾打掩护 就跟他说 那你再拿两桶桶装水吧 没有没有 没有这么说 我就让他给我带了一箱牛奶 结果送到一看 那个牛奶都在透明的塑料袋里 那个卫生巾 在牛奶的箱子里 巧的是 牛奶的箱子上 还有三个大字 是牛奶的广告语 好吸收 其实我不理解 小哥在羞耻什么 因为十年前就有男明星 代言过卫生巾了 我也觉得没问题嘛 男明星他流量大嘛 但当时还挺多人骂他 这种脏钱也正的 其实我也不理解 这怎么会是脏钱 因为他代言的是卫生巾 又不是无卫生巾 不过我们老家 现在确实还是会把 月经这种东西 说成是脏东西 就比如说会说什么 荆棘不能上坟 会冲撞祖先 我也不理解 因为祖先他也不阳间 而且啊 而且如果就是女生 真的来月经的时候 阴气重的话 那职场的阴气 会不会很重啊 就那么的女员工 来着月经还要上班 会不会冲撞老板 为了老板的安全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休立价 我可以接受调休 绝境之后再补班 讲这个段子是因为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报道啊 这个报道里面就说 就是我们女生这一辈子 来月经的时间加起来 总共有六年半 然后如果你想要用 好一点的卫生巾呢 它大概会需要花到五万块钱 我当时看到这种数据 我就非常的震惊 我当然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写一套段子 通过这套段子 赚够五万块 所以我和其他演员不一样啊 他们是来追求梦想的 我是来赚经费的 哇 太赵了 太赵了 如果淘汰了 没赚够 那我就在这里呼吁一下 卫生巾卖便宜一点吧 或者也可以换一个方向 就公司可以考虑给我们女生交五险二斤 好 谢谢大家 我是蔡蔡 大家好 我是周新宇 然后我单身很长时间了 人单身时间一长就非常容易变退 就想找个人玩弄一下感情 然后找不着 就不像我们这些男的脱口秀 对吧 不管他们长得有多么幽默可爱 都可以找到女朋友 只要好笑就好了 我现在讲了七年脱口秀了 我现在也快有女朋友了 我之前甚至绝望地问一个男的脱口秀员 我说我为啥一直没有恋爱团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很丑 他说没有没有 你一点也不丑 但你一点也不漂亮 就你整个人太过于平凡 格外地不出众 又有一点点不起眼 我说那就是路人甲呗 他说没有没有 路人丁 你都有点困难 你看不看过《甄嬛传》 你就是里面那个青鹰 我说青鹰是谁啊 他说对了 懂了吧 其实我找对象要求也不高 我就是希望拥有 现在普通男生的待遇就好了 对吧 你看现在随便一个男的 他身边的女朋友都很好看 我也不是说这个男的有多难看 但是真的不至于 女孩也没有多么多漂亮 那配他确实是有点多了 我真的会去问一些女生朋友 就这种美女朋友 我说小慧 就是你到底看上他啥了呀 他说我就是图他的踏实可靠啊 我说踏实就可以了吗 我从小踏实到大 怎么就没人图 但我也能理解对吧 毕竟踏实可靠的普通人好找 踏实可靠的帅哥是真的没用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偶像剧 对吧 我现在看偶像剧心态都变了 纯粹就是猎奇 我就是想看看 最近又出了什么新款爵士 好男人 我不光要自己看 我还要拉上大家一起看 大家快来看呀 世界上竟然有这种 又帅又有钱 还踏实专业的好男人 真是见鬼了呀 孟严晨 他这个如果早点讲还是挺能打的 而且就是这样的男人他还只能做男二 我妈今年的56了 还非常爱看偶像剧 我感觉她的状态就是 老娘活了50多年了 什么没见过 就这种男人没见过 我们女人有属于自己的科幻片 现实中的帅哥我就见过一种 就是围着美女转的 美女只需要说帅哥来一起聊天 帅哥就走过来了 我都震惊了 我心想帅哥这么随便的吗 怎么我每次叫帅哥出来喝酒 帅哥都会问我 除了你都有谁呀 所以我更喜欢跟美女朋友一起玩 因为他们身边真的围绕着很多帅哥 我有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那要不那不消化一下 见见他们不要的 或者玩过的 对吗 我又不在 打个招呼就好了嘛 这个帅哥没人要吗 没人要拿走了啊 还有朋友问我说 你这样不害怕被骗吗 有些帅哥很渣的 我说那就在平台交易吧 对吗 谈过三次恋爱 久成心 有点半徒 只能算威侠 不想谈了还可以出给姐妹 含泪 要不是离开上海 真舍不得出 我知道这个段子 有些男生朋友心里会不太舒服 觉得我在乌画男性啥呢 没有啊 我只是在乌画帅哥 和你们没有关系啊 而且你经常能听到一种 对美女的刻板印象 就说什么 玩累了 找个老师人嫁了 我就想等到一个帅哥说 玩累了 找个老师女人娶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出现 我在这儿呢 可以娶我 但事实是 我等了三十多年 一个都没有等到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被哀的事实 你说帅哥是不会玩累的 帅哥可以玩到很老 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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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玩成一个老帅哥 玩到七老八十了 躺在病床上 哎 美女护士 今天除了你还有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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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是周欣宇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子涵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妈 我妈是个老师 或者说有那么一个老师 恰好成为了我妈 因为我妈她在家里 也是一个老师的状态 她会用对待学生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孩子 我妈会在家说 谁学习好 妈妈就喜欢谁 我说妈 我不是独生子女吗 我跟我妈说话 就像举手 而且我妈会在家 对我进行不点名批评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地吃着晚饭 突然之间 我妈筷子一放就开始了 有的人呀 考了几次第一 骄傲了 写完作业也不知道预习了 我说这个人 该不会是爸爸吧 我妈在学校里 虽然不直接教我 但是我妈跟所有 教我的老师关系都特别好 所以妈妈是老师 不光家里多了一个老师 学校里也多了很多妈妈 我在我们班干点啥事 我妈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这就搞得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在班里不敢相信任何人 我甚至不敢相信我同桌 我同桌跟我说 她妈坏话 我都会觉得 嗯 她有点刻意了吧 有一天早上我一进班 我同桌就跟我说 我妈最近脾气也太大了 她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妈妈肯定是为你好啊 我当时以为这是个考验 我以为她会告诉我妈 但是她没有 她告诉了我们别的同学 大家都觉得我有病 到了放假我就更难受了 因为我一放假呀 我妈也放假了 我妈一放假就要带我出去旅游 说是旅游啊 这个车一上了高速 她就要让我拿前车的车牌号 通过加减乘除算出24 到了景点她就要问我 这个景色让你想起了哪句古诗啊 最可怕的是 她老在我玩得最开心的时候 凑过来说一句 玩这么开心呀 回去写篇作文吧 时间长了我都形成条件反射了 一上车我就装睡 到了景点我就去厕所 而且我每次预感到 自己好像快要开心了 我就开始憋 开心憋不住 我就开始憋开头 一般情况下 开头如果憋不出来 开心就能憋回去 我感觉我妈都不一定是真想让我学习 我妈好像就是怕我开心 因为我验证过 我高考的时候考得非常好 我考上了北大 不不不不是图你们这个 那这个事就是很值得开心对吧 我能感觉到你们都跟着一起开心 虽然其实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但就是这么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当时成绩一出来 我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哇你考这么好 那你千万不要表现得太开心 别让别人觉得你飘了 我说啊 那别人要是觉得我飘了 不会取消我的高考成绩吧 但我妈她只是不让我开心啊 她自己因为这个事非常的开心 而且她那个开心还特别的持久 我妈直到今年还在发朋友圈炫耀 但是她又想炫耀的特别低调 所以她就时不时的转发一些北大的新闻 但是不配文案 等着别人问 搞得别人还以为她是北大毕业的 之前有一次我跟我妈一块出门 遇到一个她的同事 那个阿姨就问我妈说 高老师这个是你女儿啊 今年上大几了 我妈说我女儿啊 都毕业好几年了 从北大 朋友们 这个语法现象叫倒庄 意思是 明明是我考上的北大 我妈倒庄上了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啊 就考上北大这个事 能在我们家产生的开心 它有一个固定的总量 我妈把这个开心开掉了 我就不能再开了 如果我还想再开心 我只能再生一个女儿 逼她考北大 想到这儿 我突然我就明白了 我妈年轻的时候 肯定也有好多的开心 被我姥姥开掉了 我为什么这么确定 因为我姥姥也是个老师 而且我妈直到工作了 还跟我姥姥在一个学校 你们能想象吗 就是我妈控制了我12年 我姥姥控制了我妈30多年 就我妈上课是什么样 我妈在台上说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学习 汴之灵的断章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家吗 我妈在讲台上看学生 我姥姥处在后门看我妈 后来我上了学 我妈处在后门看我 搞得我现在走到哪 都觉得有人处在后门看我 我就活在处门的世界 而且我们家好像一直就是这样 就是我姥姥怎么对待我妈 我妈就会怎么对待我 我基本上能确定啊 就是我妈的童年 肯定跟我一样 她肯定有好多 被压抑的情感需求 因为我妈直到现在 她想要什么东西 她都不敢直接说 前两天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说今天我们领导找我谈话了 问我在工作上还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呀 我都这个年龄了 我就等着退休回家 抱孙子了 她不直接说 我就装听不懂 我说你们单位福利是好啊 退休还给发个孙子 我姥姥对我妈的影响 真的非常非常大 我妈今年都五十多岁了 但我妈从来都没有叛逆过 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 我妈能够抓紧时间叛逆一次 比如说 在退休的前一天辞职 然后来讲脱口修 甚至我妈如果想吐槽我姥姥的话 都可以直接讲我这篇稿 我前两天专门跟我妈说了我这个想法 还给她看了一下稿 结果我妈跟我说 吐槽你姥姥的话 你写的还不够狠 你姥姥比这个过分多了 我说你妈妈肯定是为你好啊 前两天我妈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又开始暗示我 想让我赶紧结婚生孩子 我说你要是实在想养个小孩 或者养点啥 你要不然重新养育一下自己 我妈没听过这词 她问我啥意思 我说就是你想一想 在你小的时候 有什么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求 你可以满足一下小时候的那个自己 这样你就能慢慢摆脱 我姥姥对你的影响 就像我现在也在摆脱 你对我的影响一样 我妈说那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我说摆脱影响这个事啊 我可以给你做个示范 你准备好了吗 挂了啊拜拜 谢谢大家 我是王子涵 加油 她是个练习啊 也是扶唱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余珍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说唱节目 然后是一名创作歌手 也是一名rapper 今年最火的两党音宗 歌手和新说唱 我都有参与观看 然后弹幕说 内娱真完了 我不同意 我觉得内娱真还行啊 为什么来说脱口秀 是因为之前那个节目的热度下去之后 确实比较闲 工作不饱和 想找个兼职 但是又没有什么专业技能 看了一下市面上 好像只有脱口秀 比说唱门槛还低 而且确实都差不多啊 你们叫梗 我们叫punch line 你们叫谐音梗 我们叫wearplay 你们叫大张伟 我们也叫大张伟 给大家普及一下 说唱文化有一个很精髓的部分 叫做this 它把这个愤怒消解了变成了音乐 大家听完感觉挺爽的 但我觉得那种押韵的this才是好的this 很多网络喷子的this差点意思 只有直言不会 没有wordplay 我不敢this 我没有这个勇气 但是我们那种地下battle的比赛 经常会有这种this 你们可能也听说过 那是一个对母亲非常不友好的环境 我说不出口 上过大学 我是所有的rapper 都是中专学历 可能这也是我当不好rap star的原因吧 提起rapper 大家都在搜他房 我总结过经验 一般他男不他女 但让我感到难受的是 某些rap star塌房的时候 我们女rapper也总会被 莫名其妙的范围攻击到 评论都说 不要心疼rapper 会变得不幸 你们rapper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觉得 那余真还行啊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 男女rapper也不一样 我们女rapper出歌就要 挖掘一些深度 但某些男rapper出歌 只需要炫耀一些财富 对吧 写词呢 也比较肤浅 基本上只有三个内容 票子 车子 妹子 天天嘴上说自己是老子 但即使是没有脑子 只会混圈子的一群小子 我不骂人 这段diss是一个男rapper 帮我写的稿子 Time 有些男rapper真的 挺奇怪的 有一次我想加一个男rapper的微信 交流一下音乐 他直接就拒绝了我 他给我的理由是 他不想谈恋爱 气得我直接就消了主客令 追追 太外行了 他难道没有听说过 那个说唱圈江湖规矩第一条 就是不要跟rapper谈恋爱 真实存在的 曾经有人采访过rapper们 如果自己有妹妹 会介绍给圈内哪位男rapper 大家可能会碍于其面说 介绍给谁 介绍给谁 直到问到一位男rapper 他说 他谁都不介绍 因为江云生真的有一个妹妹 我要是有妹妹 我也不介绍 男rapper这方面 确实有口皆碑 因为个别男rapper身上 真的有点东西 我跟着鼓掌我听不懂 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呢 我曾经唱过某个品牌的 HPV疫苗的宣传歌曲 我觉得很荣幸可以给大家 传播一些HPV疫苗接种的知识 但是说实话吧 我觉得我们有些男rapper 才是真正的 HPV传播大使 哎呀 过爱了 过爱了 那我 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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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里不要有我 我不在现场 不要多想 我说的是他们的音乐 非常的火 可以说是病毒式传播 哦 说唱圈还有一个 一直被讨论的问题 就是第一女rapper的 头衔归属问题 哎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在意 如果非要排的话 我现在应该大概是 第25女rapper 因为我们说唱圈 也就这么点女rapper 但我希望可以再多一点 女性从业者 我不在乎自己的排名 因为只要过了第一轮 我就是中国脱口秀界 第一女rapper 谢谢大家 我是余珍 这一位新人啊 我们带点新人的震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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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毕业四年 没工作过 上学的时候天天想 我是谁 我从哪来 我到哪去 毕乐业天天想 哲学能找啥工作 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吗 人不吃饭 能扛几天 虽然哲学不好找工作 但是我的心态很好 我看过一本书 叫狗屁工作 说大部分工作 没有意义 违反人性 甚至危害社会 我学进去了 差点饿死 就开始讨生活 所以我今年考了哲学博士 考了摩托车驾照 我是两手准备 考博失败 就跑摩滴 对 现在就在跑摩滴 跑摩滴比哲学容易多了 因为我不用问他从哪里来 我只用问他到哪里去 但是跑摩滴收入不稳定嘛 也有一些其他收入 有时候教课 有时候跑腿 有时候借钱 我不想给朋友添麻烦 借钱的时候就会说 这两年还不上 你有闲钱再借给我 借的次数多了 就有了一点心得 从哲学上说 人不能两次 踏进同一条河流 同理 我也不能两次 找同一个人借钱 因为得还上第一次 对 最近没有跑摩滴了 是因为之前男朋友 骑我的摩托车 摔断了手 进了医院 要花钱 当时手里确实有笔钱 但摩托车也该修啊 摩托车很重要 车没了 我就没了生产工具 只剩我这个生产力 无能为力 我想一份钱 掰成两半花 又怕两边都修不好 我男朋友是玩乐队的 又不赚钱 我总得保一个劳动力吧 我就想 要不先分手 等他好了再谈 但我又舍不得 因为他长得有点帅 我就感觉 生活好像瞎像棋 宝帅还是宝居 行啊 行啊 觉得好好 他这个气质就深 谢谢 这是他最好的 有点像娘娘的气质 我就给他出主意 我说 你找你朋友借钱 但他朋友都没钱 我就把钱借给了他 朋友们 色令置婚 我现在就是后悔 已经四个月没收入了 熟车 我得先跑摩托转钱 跑摩托转钱 我得先熟车 别人是电车难题 我是摩托困境 从哲学上说 现在就是 我有车 但是我没有车 我得破局 就想找工作 但哲学真没合适的工作 设想 我真进了公司 能干什么 别人擅长 推广运营 商务洽谈 做PPT 我擅长 提出问题 思考问题 留下问题 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 老板问我怎么办 我说 凡是现存的 都会走向灭亡的 老板说 难道你对公司 就没一点感情吗 我说 没有 但我对公司充满理性 从理性上讲 这公司早该倒闭了 当然这么理性的人 也没公司敢要 我得接着破局 就约朋友喝酒 想办法 他喝多了 我就跟他说 你天天出来喝酒 还是要有点精神追求 他就买了我的哲学课 两万块 一百次课 健身房都没我敢卖 他上了三次就不来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赌对了 我这个朋友 他也健身 也就是 他身体和心灵 都被骗过 虽然没钱嘛 但是还是过得挺开心的 学哲学没别的好处 就是想得开 哲学书上说 穷人也可以获得精神自由 我和几百年前 穷困潦倒的康德 看的是同一片天空 我很想对他说 康德老师 你当时也这么饿吗 谢谢大家 我是大口哨 大家好 我叫张慧 我有个困扰 我不笑的时候 有人说我凶 还说我强势 我说长得凶就强势吗 你要举一个 真的觉得我强势的例子 他说他得想想 我说那你好好想想 今晚八点之前发给我 其实我也不是天生就这样 小学参加联欢舞会 我去问化妆老师 我去问化妆老师 可以给我化吗 老师说还不行 让我再等等 结果我妈知道之后 就说我 你要这么说 老师给我化吧 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直接发出命令 别人就会执行 还能这样子 我学到了 妈妈打开电视吧 这件事情对我的性格 影响很大 找她之后发现 这个性格 实在很难找男朋友 我就去找了一个 专业相亲网站的红娘 她说套餐价格 一般是八千到一万 让我付一万八 一万八 我的问题这么大吗 他们的经验是 不要提前看照片 直接当面聊 比较容易成 所以会给我安排 六个男人盲盒 我说可以没问题 我倒要看看 什么样的男人 三千一个 她还交代我一个暗号 中途她会进来 我们见面的这个房间 问我 杯子里要不要加水 不加就是不想聊 加就是想聊 没有想到 相个亲把我给渴坏了 记得我跟第一个盲盒 刚刚面对面坐下来 我就有点不想聊 因为她有点丑 但我什么都没说呢 她就对我皱眉了 就你啊 自我介绍一下吧 哎哟 开到了和我一样 强势的同款啊 我说还是先介绍一下 你做什么工作的 行业有什么前途 你为什么还没结婚 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了吗 这个时候红娘敲门了 她刚刚把头探进来 我说不用加水 把水给我倒了 我觉得红娘跟她 有个不一样的暗号 因为她 这个时候 她就开始在那边 系鞋带 她的皮鞋都没有鞋带 我现在我都花了钱啊 怎么安排这种 看不上我的人来啊 这种不是免费 平常就可以 见到很多的吗 而且我都有一点点 好奇了啊 那她是花了多少钱 见到我的呀 我觉得是 红娘的工作 没有做好 但我家里呢 像我爸就觉得 是我太冲了 把男人都吓跑了 他说你 讲话温柔一点 加点语气助磁 那我怎么说 不喜欢你的工作 哦 怎么不考虑换条赛道 呢 我爸说 你不要再阴阳怪气了 我不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 提出要求 发出命令 就叫有决策力 有领导力 而我做同样的事情 就叫给人压力 后人说他们 好man啊 怎么没有人说我 好woman啊 好woman啊 我爸看我这个态度 就在我们家人群里 转发了一个视频标题 女人太强势 家庭都不会太幸福 把我都给看笑了 我觉得女人太强势 都不一定有家庭 但我爸发视频的时候 没有at我 我妈以为在说他 她在群里回复 不喜欢你的家庭哦 我好担心他们吵起来 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家人群 解散了 我现在已经决定就做自己了 我这样的自己 我也会咬牙做下去 不要跟我说什么 撒娇女人最好命 我们强势女人 不要命 好woman 讲完了 大家投票 投票 投票 要投了 我该终于我的良心 还是终于现场压力 终于我的压力 我跟你说的吧 作为男性 我就觉得有点颓 连伸手的勇气都没有 大家好 我是鸦荣 确实平时在上班 所以这个点已经有点困了 对 之前有很多演员的问我 就说你怎么 还不辞职啊 也太能吃苦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 直到有段时间 我们都没什么演出了 大家没有收入了 终于轮到我来问了 怎么还不开始找工作呀 也太能吃苦了 但其实脱口秀对我也非常重要 就是没有脱口秀的话 真的我这个班上呢 就非常的谦卑 因为我这个人脾气 其实不是特别好 就是以前的话 就是我加班特别多 然后领导对我态度又不好的话 我是会发脾气的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演一场 我挣多少钱 但是那段时间呢 就是他们还是不知道我挣多少钱 但知道我不挣了 但其实我的工作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工作经常出差 会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好几年前在非洲待了半年 非洲真的非常有意思 真的非常有意思 我一到非洲就感受到 这个环境对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我一下飞机 我就看到那个广袤无垠的非洲大地边上 升起了一轮满月 我跟那个月亮之间什么都没有 除了三棵棕榈树 所以你当时看那个画面 你脑子不可能出现什么 明月几时有千里共产阵 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原始的声音 就是 我当时想我说完了 我说我不会是来非洲做狮子王的吧 然后我一出机场我就更确定了 因为我还在看往哪边走呢 突然就跳过来两个黑人小哥 拿着我的照片 跟我说 我后来才知道 他们是我同事派来接我的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 我说这么快就碰到丁满根蓬蓬了 真的非洲真的非常好玩 我去那边之后才知道 我平时捐的一些衣服 有一部分是会运到非洲的 因为我在坦桑米亚的街头 见到过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外卖小哥 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不是真的外卖小哥 因为他这个蓝色的马甲里面还穿着一个黄色的短袖 就那个画面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强 然后他看到我是个中国人他也很激动 他就过来问我 他说这些中文都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黄色的不是很好翻译 但这个蓝的呢 Are you hungry? 然后他还问我 他说你们在中国也会这样叠穿吗 我说叠穿是有 但是你这么叠呢 就可能有点忙不过来 我以前还听说 就是义务小商品远销海外 但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概念 直到有一次在那边逛超市的时候 看到一叠笔记本 上面印着TF boys 大家能理解当时那种心情吗 他相遇我儿 我真的太激动了 我就买了一叠送给我所有的当地同事 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周边 他们就看到你把三个人印在纸上 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对你非常重要 他们就很激动 问我 Are they your babies? 我当时想了想 我说不是很好解释 但是more than babies 我觉得我其实挺喜欢这种工作方式 就是工作模式吧 就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后还能没事写个段子之类的 但我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现在会影响我相亲 前段时间有一个阿姨 她非要给我介绍一个男生 确实各方面都很优秀 名校毕业 从事金融 听起来就那种社会精英 阿姨很激动 也很辩证 她说你这个人 虽然优点不是很明显 但是运气蛮好的 这么好的条件 被你给剪漏了 剪漏 作为一个成熟的单身女性 我知道相亲是不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情的 道理很简单 大家有在早高峰的地铁站门口 见过那种孤零零一辆 停着的共享单车吗 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这辆车 就是专门留给快要迟到的你的 你开都不要去开它 你如果真的忍不住或者不信心 一定要去开它的话呢 你就会回来转发这个段子的 而且如果你真的实在实在忍不住 一定要去开它的话呢 我就劝你趁早开 千万不要在开之前 先把椅子擦干净了 但是我先声明一下 就是我这个段子它不是在误化男性 我只是误化这一个人而已 而且我知道当时这个男生 他心里肯定也这么想我的 因为我们俩嫁了微信之后都没有聊 他就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拒绝我的理由也非常的社会精英 说他在我的微信朋友圈 做了一些简单的禁调 他说你一个小姑娘在上海上班蛮好的 跑到非洲去干什么啊 还追星 还在非洲追星 说你 你这样真的是又不稳定又不稳重 说你这样怎么承担你作为女性 在这个年纪最大的社会责任 照顾孩子和家庭 我说我这个年纪最大的社会责任 不是建设祖国和社会吗 然后他说你这个性格以后 肯定没有什么心思关心孩子的 我说你这都说的不对了啊 孩子呢 我以前关心过三个 谢谢能发展非常好啊 真的 我相亲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 类似的情况 就是基本上听到我这个情况 什么在非洲工作啊 还追星啊 他们就退却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后来呢 把这种社会现象总结为 直男而退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山河 你好吗 真好 真好 开心啊 很开心来到这儿 然后我叫山河 其实负话不多说 我刚一站上来 大家能看出来对吧 女孩嘛 比较胖 对 我就是那种 生下来就胖 我生下来 破我们那个医院的记录了 八斤八两 他七 我八 咱俩八 哎呦 真的太开心 你知道第二天 所有人都慕名而来 哎 你知道 人家来都不用看哪个是我 太好辨认了 一排新生二往那一躺 跟那个手机专卖电视 这儿一个iPhone 8 这儿一个iPhone 9 iPhone 9 iPhone 9 哎 你们知道 这个事最开心的人是谁 是我奶奶 传说中的梦中情孙嘛 逮谁跟谁说 贱人就说 当时有人阴阳怪气 说你们家生了个孙女嘛 又不是个孙子 我奶八斤八两 骄傲坏了 哎 人家还重男轻女呢 咱奶就图个重 哎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我小时候走亲戚 有个爷爷说 呦 长这么大了 还这么胖 不认识爷爷了 小时候爷爷还抱过你呢 没抱起来 其实我讲这些 我不是想讲身材焦虑 我说实话 打心眼里实话 我不焦虑 我觉得我自己 没有胖到那种 影响生活 影响健康的程度 但是我妈太焦虑了 我妈现在会把 我人生所有的问题 好像都要归结于我胖 我说我这个段子 也太难写了 我妈说对啊 那胖人反应就是慢 这样你催婚嘛 苦苦婆心也跟我说 你看你现在真的 什么都好 你现在找不到对象 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胖 我妈居然觉得 我找不到对象 只有一个原因 你太高看我了 妈妈 我说我觉得 还是性格原因 对吧 咱自卑敏感 不上进 我妈说对啊 那胖人不就 自卑敏感 不上进 气责 但现在女孩嘛 长大了 有人看见你胖 她不会说你胖 尤其是长辈们 真的很会说话 逢年过节 看着你说 这姑娘长大 有福气 你们都知道了 有福气 我觉得有点抽象 我不知道福气在哪 什么叫福气 我从小到大 听过最多的词 就是能吃是福 吃亏是福 那个傻人 有傻夫 我觉得吃亏是福 也不对吧 你想你上了一天班 做一天的方案 被同事抢过去 一拍大腿 我可真有福气啊 但长辈不是这么说 长辈说 你看咱们长得就有福气啊 你看咱们这个脸盘也大 是吧 底盘又稳 眼睛中间还有个痣 有个痣啊 有福气 耳垂也大 这不迷了佛吗 我就迷了佛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以后跟我男朋友吵架 我不吵 我就看着他 你这渣男 回头是岸 没有意义 把我的梗收好 这小刀拒绝了 你看人家管刘亦菲叫什么 那样好看的小姐姐 管刘亦菲叫什么 神仙姐姐 人家微博评论区打开什么 神仙姐姐姐姐杀我 以后我火了佛祖姐姐姐保佑我 别着急别着急 还有更牛 有人夸我有望夫相 更玄幻 我头一次听说 能从一个人的脸上 看到另一个人的命运 我专门去查了望夫相 就是说 我以后啊 会因为我的一张脸 让我的男人事业顺利 一帆风顺 甚至 甚至能够激发一个男人 奋斗的动力 发财的潜力 我说 这可具体怎么激发呢 你该不会结婚 当天晚上 东方花竹叶 我老公门一关 开始盘我的脸 你可得保佑我 娶你屠杀 我原来不相信这个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个迷信嘛 实在没什么夸了 但你知道 人被夸得越来越多之后吧 咱就信了 我前两天相亲 我开始给人画饼 男生说 你工作收入有房 我说都没有 有福气 我忘你 娶到我就是给你脸了 但你仔细想 话说回来 对吧 你说我们女生 最想成为的女性什么样 我觉得肯定不是望夫的 我的价值不想 从别人身上体现 对吧 你说我们女生 最想成为女性什么样 我觉得你想 漫威里面女英雄 好看 对吧 有钱 超能力 她叫什么 黑寡妇 可夫了呀 我感觉她们就缺少 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望夫女 对吧 钢铁侠当年有我就死不了 死不了 你想象一下 她马上要走了吗 要死了 她有那个手套 要游泳就义 要弹响指 说 I am Ironman 后档后档 I am your wife get married 钢铁侠说 with you why 我说不是why 是wife 弹我的脸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 打开 叫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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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